繼續回來第二集有蟲蟲哥哥和大家繼續去看 Reunion in Chinese New Year 那Chinese New Year 裡面有什麼小故事 今天我們就是第二集和大家分享 上一集我們講了年秀的故事和大素材的故事 大家如果還沒看記得去右邊看看 叮叮叮叮 那今天會看什麼故事呢? 原來一打開這本故事書這一版 有一個這麼精彩的立體史集 那今天會講什麼呢? 今天我們就會去講 咦?The Sweeping? 這個不是第一集已經講過嗎? 不是講大素材 第一集已經講過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素材 後面收買了的一個小故事 咦?你們看到婆婆在做什麼呢? 標題其實就是 Tofu Making Tofu Making 做豆腐喔 咦?新年我們有做豆腐的嗎? 為什麼是豆腐呢? As the old saying goes 古語有雲 Seven days before new year We push the stone mill and make tofu 在新年前的七天 我們就會用一個石磨 去做豆腐 咦?為什麼是豆腐呢?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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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富的意味在裡面 Rich in nutrients and delicious in taste 除了營養豐之外 還要是很美味的 Tofu can be cooke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製作去烹調 Useful during food shortages Tofu has always been an indispensable delicacy at new year 尤其當糧食短缺的時候 豆腐就成為了一味不可或缺在新年的卓上菜 Quii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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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成功磨了一碗豆腐出來了 好了 講完豆腐的故事 今天松松哥哥是有另外兩個都關於食物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 Tofu 好了 另外一種食物見到呢 原來就是New year rice cake making 是年糕啊 Rice cakes are called 年糕 in Mandarin 在普通話來講呢 年糕是叫做年糕 This sounds identical to the word meaning annual high 那它的發音原來就跟年糕 年年都糕 年年都糕 是一模一樣的 那什麼叫年年都糕啊 as gifts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因此 在農曆新年的期間呢 人們都會互相贈送年糕 做一個禮物 去祝賀對方的 那不知道大家 在家裡有沒有去做過年糕 或者是 爸爸媽媽 甚至是婆婆媽媽 爺爺公公 會不會都有做年糕的習慣呢 分開告訴我 等一下 那我們看到爸爸 Growers 跟媽媽在一起合作 哇 好辛苦啊 哇 好重啊 這個懶仔 是的 那她們做年糕的過程 原來都會用我的Chu 去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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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 rule Parking 令她非常殷硬 turning to those Brighters 完成年糕之後 在前面 我們也完蛋了 豆腐 最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種 關於農曆新年的食物 就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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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Bacon and Sausages 是中國的煙肉和腸仔 中國的煙肉和腸仔 就是蠟肉和蠟腸 蠟肉 蠟腸 蠟腸掛在爸爸的頭後 你見到爺爺媽媽他們準備肉做蠟肉和蠟腸 為什麼呢? As fresh meat is not easy to preserve 因為新鮮的肉很難去保存 尤其古代沒有雪櫃 肉保存不了那麼久 People would process it and make it into bacon or sausages 他們會將肉加工製成煙肉或腸仔 當然啦 中國製的就叫做蠟肉和蠟腸 That could be preserved longer 那你就可以把食物保存得久一點 又不怕它那麼容易變壞 那就不會浪費糧食啦 今天一口氣跟大家分享了三款 和農曆新年有關的食物 我自己聽到都很想吃 尤其是年糕 我們有豆腐、年糕和蠟肉或蠟腸 那就不要拌亂了外國的腸仔和煙肉啦 那第二集我們就到此為止啦 每逢過年你最喜歡吃的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這個冰糖葫蘆呢? 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你like啦 如果你都喜歡我這個series的 都請你subscribe給支持我 從中國哥去跟大家分享Chinese New Year的故事 已經來到第二集啦 明天就會有第三集 拜拜